進口彈的爭議不斷 傳出農業部長陳吉仲 已經請辭的消息 而對此行政院昨天晚間表示 院長陳靖雲認為 陳吉仲有責任釐清質疑 檢討政策 澄清並沒有請辭 進口彈爭議不斷 再也持續炮轟農業部長 陳吉仲下臺負責 十七日傳出陳吉仲已請辭的消息 不過這樣的傳聞 很快被正在幫自家立委 輔選的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反駁 行政院第一時間沒證實 也沒否認 十七號晚間再度說明 陳吉仲確實有口 投向行政院長陳建仁表達歉意 以及願意負起責任 不過陳建仁認為現階段陳吉仲有責任向各界事宜 澄清並無請辭 蘇貞昌也為陳吉仲抱不平 不過農業粉專指出 進口專案雞蛋事件 最關鍵的人除了陳吉仲這個部長以外 另外一個關鍵人就是中央續產會董事長林聰賢 在進口蛋風波連環報之際 各地衛生局也配合加強雞茶 擔心進口雞蛋流入市面以及混入液彈 多個地方首長要求農業部重視食安 而農業部也和衛福部合作執行席選業者全面聯合輔導 預計18日召開聯合輔導行前會議 重點包括正確標示產地以及有效日期 記者韓吟 張子佳 朱鳳之中健剛 綜合報導